Naleo聊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Naleo 今天來看波蘭人 對上扑曼人 這一場比賽是懸崖峭壁 是帝國戰爭模式 先來介紹一下帝國戰爭模式 開局村民宿是高達28村 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 而且一些資源配置都幫你配好 直接進入封建時代開始打架 那為什麼最近的頂尖高手會來打這個模式呢 是因為這個帝國戰爭模式 天梯分數有重置了 所以大家會想來爬下天梯 因為通常天梯重置的時候會比較多人打 這個模式平常要排到人是比較困難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Hera這邊是選擇了波蘭人 那波蘭人在這次的小改版裡面 有稍微增強一點點 雖然不是對波蘭直接的增強 而是所有的文明都可以用的功能 就是現在農田你可以對著模仿 按住Shift然後左鍵一直按左鍵 他就可以自己把這個田灑在旁邊 非常舒服 所以波蘭人現在可以快速把八片田給灑出來了 對他來說是一個大大的buff 但是在其他文明來說 你知道中後期需要灑農田快速灑的時候 也可以這麼做 按一個模仿之後對模仿按住Shift 然後農田左鍵一直按一直按 農田就會幫他自動排列好 這個效果讓前期或後期玩家們灑農田的壓力 稍微小了一點點 那這個功能本來是世紀力國四代 有的功能 那現在二代也有了 這個功能是相當好用的 那波蘭人呢 他的漏馬跟騎兵呢 是他的主力喔 這個貴族特權 跟自己的大漏馬 這個践踏大漏馬 有這個擴散傷害效果 那波蘭人呢 本身呢 他的馬是比較弱的 沒有三級馬鎧 所以他會需要用到大量經濟跟這個騎士去壓制敵人 那如果對方槍兵多的話 自己也可以轉強奴或戰隨兵進行壓制喔 後期也有火炮喔 但是沒有火槍 當然也有大衝車 所以整體後期的波蘭人工程的效果 是相當不錯的文明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庫曼人 那庫曼人最大的特色 是封建時代開始喔 這個雙TC就可以開下了 所以可以看到MBL 這裡TC是已經兩個了 那這邊雙TC開始 庫曼人來說 在帝國時代模式 算是很有優勢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你在封建時代 對手要直接 封死你的話 通常要到城堡時代喔 那通常 對方上城堡時代喔 庫曼人也可以點城堡 所以整體來說 庫曼人算是一個帝國時代 算蠻做壞的嗎 也不算做壞喔 算是蠻強勢的一個文明喔 好 那這邊看到 HERA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那大概在2分半之後 MBL也可以點下城堡時代喔 好 前期經濟稍微要調配一下 MBL這邊打算要靠買賣上去嗎 好 這裡有一些單位 MBL這邊兵出的很多 但是HERA直接一個不交流 我就只是出個工兵 按在家裡 反正你雙TC開農 待會我去夾尼堡 或者是直接出工程器製造所 投死車壓制也可以喔 好 結果現在是MBL庫曼人 先行用了工兵 開始壓制 結果工兵放了出來 第一時間點掉兩隻工兵 第三隻工兵也要點掉了嗎 OK 搞定 最後再用村民 加上少量的單位 去點掉剩下的毛病 這邊高打滴 細節都做好 這裡有高地喔 好 HERA這邊一瞬間 把MBL所有的單位 全部吃乾抹盡 好 這邊甚至帶上去 MBL還投資了一個 一級工兵鎧甲 但這個工兵鎧甲 現在投資下去 好像會升級的個滿 取消了吧 OK 取消 要取消嗎 800肉 黃金差一點點 要不要賣個木頭呢 賣個100木 點下城堡賽 OK 一級的工兵鎧甲 還是點下了 OK HERA這邊快要升級好 庫曼人差不多也是 這個時間點可以點了 城堡賽 兩邊的細節打得很好 所以庫曼人這邊 擁有14吋的經濟優勢 支援量已經開始領先 HERA這邊是200支援了 HERA這邊點下了 奴賓二級射 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HERA 後來這邊是兩個大莊園 現在庫曼是 佔毛兵 想要壓制奴賓 但是還沒三級上去的關係 毛兵暫時打不贏 但是這個奴賓一直走 還是血量掉的有點快 OK 之後是把所有的毛兵解掉 好 佔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這裡一定要趕快進攻 HERA這裡不趕快去挖石頭壓寶 跟用投石車去壓制對手的話 這個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而且這邊已經投資了工程七製造所 就意味著波蘭這裡是沒有辦法去快速開TC 開弄的 那這邊HERA想要給MBL最大的壓力 那MBL這邊壓力確實也有 趕快去後面撒農田 現在撒農田真的很漂亮 田撒得很漂亮 大家都可以盡可能把田撒到最極致 因為以前的正常撒農田方法會很多控格 反而會讓自己的農田效率不好 但是現在這個模式的農田 可以讓這個田盡可能貼襲這個魔防附近 所以這個算是大家的一個整體BUFF的一個功能 好 MBL這邊是全打工兵 三射箭場出工兵 因為 破曼人的射箭場跟馬舅 造價都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75木頭而已 還是100木 已經忘記了 這個奴兵呢 可以很快去生出來 只要黃金夠 基本上是可以安不停的 但這邊石頭也要挖 好 因為待會Hera可能會來壓寶 兩邊都會壓寶的情況下 有一些石頭的話 才可以應付突發狀況 好 現在頭石車兩台 MBL這邊升級之後 馬上去看 Hera的大莊園 大莊園這邊是非常 容易被突襲的 一個波瀾的經濟 建築物 因為村民要走到城鎮中心 有一段路啊 哇 這個直接被射掉了很多村 欸 這裡想要走進來 這個洞 有可能走進去嗎 不可能欸 人家是Hera Hera Hera 而且騎士想要走進來 點點村民了吧 不點 還想要繼續走嗎 OK 他們可能沒有在看這坨工兵 沒有走進去 只有在點了一隻村民 好 現在MBL 來囉 經濟來到65村打47村 資源量已經領先了一千喔 開局12分鐘 資源量就領先了一千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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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千 一千 一千二的資源 這個非常非常多 好 趕快出個頭石車 去反制一下對方的頭石車 這個TC要修嗎 選擇不修 好 現在木頭有點爆炸喔 騎士過來 城堡要補哪個位置呢 好 沒有補城堡 是決定補箭塔在家裡 好 本來想要蓋這根箭塔 去守住這個礦區 這裡還有一片石頭 好 後來的五台頭石車 繼續拆除 MBL周遭的建築物 但是前線有騎士在的關係 所以頭石車不敢出來 可能一出來就被騎士給貼上去拆掉了 所以MBL這邊先暫時把頭石車藏在裡面 好 頭石車出來 放在了後方 好 騎士果然要衝了吧 但頭石車往前拉 這邊高打低 拍一下 這個可以換掉一台沒問題 再收掉一台殘血頭石車 MBL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Pera這邊直接倒了兩台頭石車 有點虧 但是直接在原本的市中心的位置 蓋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然後這裡有一個 哇 一換三 頭石車 頭石車已經價值連成了 這裡要小心 不能被騙到 快點砸一下 這邊 欸 完蛋了 被預判了 欸 還好這邊有一點小小高地嗎 怎麼 有點插邊球沒事 好 頭石車過來 左邊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Pera這邊的騎士數量總共現在有十隻 這根堡蓋起來之後 這裡三根箭塔都會被城堡給拆掉 MBL還能繼續嗎 這邊要不要低一下房子偷偷繞幹 到旁邊挖木頭呢 這張地圖其實有點像是索科特拉島 只是比較大一點的版本 好 城堡蓋好 城堡蓋好 這邊開始 Hera要存資源 給這個 地龍時代 所以暫時 又趕快去撒農田 不能再繼續猛攻了 那MBL可以掌握這個機會 去偷一些村民 讓Hera更難上地龍時代 這根城堡就只能稍微給壓力 那如果 MBL去偷 自己家的話 騎士就會往前衝 好 偷石車的熊被換光 MBL最後是換了三台偷石車 自己被換掉了兩台 騎士看到這個情況 直接往前推 但是有點難打 選擇往後拉走 沒有繼續要衝刺了 剩下七隻騎士而已 20隻公兵 傷害力非常強大 偷石車要拍一下 哇 又被點掉了一吋 左邊這裡有個洞 趕快補石牆 敲了一下就走 好 光兵果然走了進來 既然家裡沒兵 Hera也知道 你的阻力都在左邊了 家裡一定是防守空虛 好 三根劍塔被拆除了 現在沒有辦法可以擋住 偷石車這邊直接拿下一台 結果自己被換掉了五隻奴兵 哇 又被拍到兩隻 偷石車 再拍一下 命中 MBL 大失血 剩下八隻公兵了 這八隻公兵走進來嗎 再點一下 有彈道學 非常準 想要蓋 但是結果被點掉 好 Hera這邊的村民宿只剩下五隻村 看來要升地龍時代有點困難 這個還直接點掉了 採礦一地 這邊在抖動村民 讓後面的騎士能盡情輸出 MBL這邊想要多點村民打出經濟差距來 但是經濟差距明顯被打出來了 Hera的支援量已經輸了 快要三千支援了 OK 雖然Hera是進攻方 但是支援量並不是很穩定 好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結果要往左蓋嗎 MBL有點大膽 這個投石車砸到了 有點殘血了 城堡想一下要蓋哪個位置 好 好 這裡應該在這個側翼的位置吧 喔 這個投石車砸得不錯 MBL小心 投石車要被城堡射掉了 死前一發 走斜了 好 這個城堡應該可以蓋起來 MBL在中間 Hera在中間開寫新的城鎮中心 有點中間有許多小礦點 可以去踩 好 這邊又踩了一根城堡出來 第二根堡要不要壓在 右邊這個位置呢 直接封鎖右邊的經濟狀況 好 Hera這邊想要放幾隻騎士在這邊 讓MBL出不來 好 結果 MBL表示 欸 你鎖我右邊 那我就往你家開始發展囉 這應該是Hera不想要看到的一個情況 好 這裡應該是轉青茶 青茶這個單位 沒有三級射 手有點偏短 射程只有六點 好 這裡炸 哎呀 差點炸到了 這裡炸個一發 欸 好險好險 青茶最後溜了一下 這個騎士 好 青茶開始慢慢量產起來了 看來MBL沒有打算要速生帝王 他也是想要繼續猛攻 Hera這邊 好 這裡灑了大片農田 初明上前爆打投石車 這是什麼奇怪的畫面 好 MBL這邊上去一點 點了投石車幾個血量 趕快修理一下 好 青茶這邊傷害給了很多 好 這裡炸到天 哎呦 趕快即時滴田 不然這個田被炸掉的話會很虧 兩邊職業選手的反應都非常快 都是一瞬間就要判斷出來這些細節 然後那個田要是沒有取消的話 就要省失一堆木頭了 但目前看起來MBL還是有點劣勢 因為他沒有太多的安全的農地 可以去挖食物出來 所以現在MBL的村民宿開始被追上 像MBL可能是想要斷村點地 先把這個安全的腹地給拿回來 不然現在能活動的空間實在太少 好 這邊補一個這個城中心 是有點白補了 好 但是MBL現在要清茶 暫時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在了 而且庫曼本身有這個免費的耕種技術 也不是耕種技術 跑速加成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跑速還蠻快的 帝王時代會跑更快 好 這裡繼續停村 稍微買賣一下 帝王時代還差一點資源 好 資源砸一砸 清茶點投資車很快 先高打低 先換一台奴炮 投資車砸 沒有預判成功 直接被點光 好 兩人上前 後方奴兵等著 清茶這邊秀操作秀得很漂亮 好 帝王時代補下 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好 這裡要趕快回補村民嘛 還是就不補了 雖然村民術已經被Hera給追上了 77村對上78村 MBL的資源量 現在目前領先 2700的資源 Hera這邊點下了 銀貫技術 貴族特權 看來是沒有想打算速生帝王 想用大量的騎士 直接淹死MBL 那這邊破爛點下貴族特權之後 騎士一隻的黃金 只需要30塊錢 30塊 小狗狗狗狗 好 MBL 這邊 帝王時代 還有1分 1個小時 1分半 1分半 1個小時 1個小時也太久了 這裡稍微拉扯一下 武砲數量有點多 好 清茶繼續按1分鐘時間 好 這裡補了一些 打木場 繼續轉一下營運 現在MBL黃金已經歸零了 清茶過來防守一下 這波防守救的還不錯 但是清茶 拉打還是有點有壓力 這量不多 拉打起來還是有點累啊 好 射掉收音下的騎士 最後的奴兵全部被砍掉 右邊開著城鎮中心 重新補下 利用時代升了上去 HERA 貴族特權研發好 開始暴起司 準備要來衝一波 好 這個一個人蓋寶是 要確定耶 好 這裡騎士一隻 單騎騎村民 好 這裡有更多騎士 集結在右側的位置 巨型頭司機已經準備好了 好 這裡用清茶 驅趕這邊蓋寶村民 好 這裡清茶數量明顯不夠喔 只有十隻清茶 這麼多的波蘭騎士要衝進來了 完蛋完蛋 波蘭這邊 超能力開始出現 永無止境的馬爆 城堡打地王 MBL能夠扛下嗎 好 待會這根寶壓掉之後 這裡趕快補一個魔法 趕快把這個鐵拿回來 還有黃金 現在MBL已經完全斷金了 被俊仰在這個位置 有點吃裂喔 好 那波蘭 HERA這邊是轉了衝車 衝車配騎士 是波蘭在城堡時代 點出貴族特權之後 很好的一個搭配打法 好 這裡直接要衝了 騎士很便宜 25隻騎士往前 公兵要不要直接收到城堡裡面 不收 這邊打算是收村民 公兵被包夾 村民沒有地方 太多地方可以跑 這裡七隻騎士去繞背 偷了兩台巨型投司機 MBL清查 這邊三級射 MBL三級射 只能點化學 化學還有一秒鐘 研發好化學了 現在騎士已經瘋狂 溜了進來 波蘭最強大的能力 貴族特權 看來要成功收下MBL了 資源量已經快不行 結果清查想要溜騎士 但是騎士已經源源不絕的溜了進來 這裡想要關本獸 哇靠這個關起來打 這個型態炸裂了嗎 沒有關起來 OK 繼續溜 MBL應該是放棄了 看他在溜這個清查 就知道應該是 兇多吉少了 好 黑魯拉的資源量已經反超了 現在資源量贏了快要3200資源了 突然的經濟就是這麼誇張 突然反超的 MBL直接被砍到生活無法治理 不上帝王時代沒機會 上了帝王時代 遇到大量騎士也沒機會 黑魯拉完全不想給MBL 有這個帝王時代的優勢機會 正面硬幹 按了一堆衝車跟騎士 直接集結點設在你家 反正讓你收穿 不能出來工作就算我贏 OK 臭命術只剩下38吋了 僅剩38吋 還能打嗎 沒有辦法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這裡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波瀾標準的一個打法 城堡時代瘋狂的鑰匙 然後點到貴族特權之後 瘋狂馬爆 直接帶走對手 二防二攻 然後搭配衝車 還有這個騎士瘋狂亂串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應該是HERA拿下食物上的勝利 贏了一倍的資源 波瀾就是彩肉大國 最強的彩肉文明 那經濟是贏了大概5000多 石頭也是贏了快一倍 基本上食物 黃金 石頭 都是贏了一倍的資源 MBL為什麼木材也會贏一倍呢 是因為他的木頭 只能挖木頭了 他沒有其他選項可以挖 所以MBL剛剛很可憐 只能挖木頭 然後把這個木頭賣掉換黃金 換取微博利潤去換取少量的黃金 產出清茶 所以沒有辦法 這個經濟實在太慘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拜拜 我們下方下次再見囉 謝謝啦 H